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进气温度传感器2电路间歇组2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1996年以后的所有车辆福特、马自达、梅塞德斯奔驰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存储的代码P00A9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从气缸组2的Number2进气温度IAT传感器电路中检测到间歇性输入信号。 气缸2是发动机侧面,不包含数字1。 圆筒PCM使用IAT输入信号和空气质量流量MAF传感器输入信号来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 由于保持正确的空燃比,通常为14比1,对于发动机性能和燃油效率至关重要,因此IAT传感器的输入非常重要。 IAT传感器可以直接拧入进气气管,但更常见的是插入进气管或空气滤清器盒中。 一些制造商还将IAT传感器集成到MAF传感器外壳中。 无论如何,必须将其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以便在发动机运转的情况下通过节气门体吸入进气气管的环境空气可以持续不断地流过它。 IAT传感器通常是两线式热敏电阻传感器。 传感器电阻根据流过冷线元件的空气温度而变化。 大多数配备OBDR的车辆都使用参考电压正常为5V和接地信号来完成IAT传感器电路。 IAT传感器元件中变化的电阻水平会导致输入电路中的电压波动。 PCM将这些波动解释为进气温度的变化。 如果PCM在设定的时间段内检测到来自第二组二号IAT传感器的一定数量的间歇信号,则将存储代码P00A9,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 相关的BANK2IAT传感器2故障代码包括,P00A5进气温度传感器2电路组2P00A6进气温度传感器2电路范围,性能组2P00A7进气温度传感器2电路D组2P00A8进气温度传感器2电路高组2严重性和症状PCM使用IAT传感器信号来计算燃油输送策略,因此,应将代码P00A9视为严重。 P00A9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燃油效率略有降低,特别是在冷启动时,发动机性能降低,尤其是在冷启动时,怠速或轻加速时的迟滞或传振可能会存储其他可驾驶性原因。 因原因此发动机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No.2开路或短路IAT传感器接线盒,或连接器组2,2号IAT传感器组2,有故障MAF传感器故障空气过滤器堵塞进气管损坏诊断和维修程序始终应检查技术服务公告TSB。 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为您的特定车辆。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面对诊断代码P00A9时,我喜欢配备合适的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红外侧温仪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例如AUDATADIY。 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连接器,并检索存储的故障代码和适用的冻结帧数据。 我通常记下此信息,已被日后使用。 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 如果立即重置代码,请继续进行诊断过程。 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从外观检查IAT传感器相关的布线和连接器开始,请不要忘记空气过滤器和进气管。 请注意传感器连接器,因为它很靠近电池和冷却液槽,容易腐蚀。 如果系统接线,连接器和组件似乎工作正常,请通过将扫描仪连接到诊断连接器并打开数据流来继续操作。 通过将数据流范围缩小到紧包含相关数据,您将获得更快的响应。 使用红外温度计确保IAT读数在扫描仪上正确反映实际进气温度。 如果不正确,请咨询您的车辆信息员以获取IAT传感器测试建议。 使用DVAM测试传感器并将您的发现与车辆规格进行比较。 如果不符合要求,请更换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通过电阻测试,请检查传感器参考电压和接地。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存在,请修理开路或短路并重新测试系统。 如果存在系统参考信号和接地信号,请从车辆信息员获取IAT传感器电压到温度图表,并使用DVAM测试传感器输出电压。 将电压与电压至温度表进行比较。 如果实际发现与建议的最大容差有所不同,请更换传感器。 如果实际IAT输入电压在规格范围内,请从所有相关控制器上断开电连接器的连接, 并使用DVAM测试所有系统电路上的电阻和连续性。 修理或更换证明已断开或短路的电路,然后重新测试系统。 如果IAT传感器和所有系统电路均在建议的规格范围内,则怀疑PCM有缺陷或PCM编程错误。 其他诊断注释,到目前为止,存储P00A9的最常见原因是组2上的No.2 IAT传感器连接器已断开。 检查或更换空气过滤器时,IAT传感器通常处于断开状态。 如果您的车辆最近已经维修过,并且突然存储了代码P00A9,则可以怀疑只是拔下了IAT传感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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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